为了让各地方社区能够有更完善的发展 新北市府特别推动了社区旗舰型计划 在瑞芳区的东河里就在11号这天举办了老人共餐活动 邀请乡亲们观摩学习 而无焉社区也是东河里当地的特色 不但借此增进了里民们的健康 也能够让社区民众更有向心力 新北市府推动社区旗舰型计划 瑞芳区共有龙潭东河爪峰三个里参加 透过社区结盟鼓励社区间相互合作及资源共享 在11号当天是由东河里举办无焉社区及老人共餐观摩活动 吸引其他邻近社区参加 包括三里的志工还有民众 共计有上百人参与 修宪开炮而已 今年是第一年 我们有节目是第一条 今天第二条 在我们这里董事务 今天所办的科目就是我们的无焉家园 非常无焉家园 跟老人的 社区主办了这个官媒台卫 这个无焉家园 跟这个共餐老人共餐 东河里的老人共餐活动一直都定期举办 也有一定的制度和规模 也让前来观摩的社区赞赏连连 另外为了环境 社区也主打无焉社区 所以这是主理长和主理市长 平时推行这个业务 非常好的成绩 那也共有这三例 代表我们随风区 革得 这次的这个政府 相信不是这三例的代表而已 这三例是一个旗袍而已 以后 我们国的社区 都有这个机会 通过办理这个业务 市府推动社区旗舰计划 未来希望培育更多社区 加入旗舰计划 以达到福利社区化 让各社区发挥互助自助的精神 不仅关怀社区居民的福利需求 更能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介绍威 瑞芳采访报道